熟了之后反而觉得这好像比较简单 对不对 再来剩下来怎么样 就要把前面的去掉 前面怎么去掉 剩下来就是 其实你可以拿刚刚的公式拿来套用 这后面的部分就是你可以 一样用MID 所以刚刚我们不是有用MID 钱瓜糊 然后把这个东西给他做豆点 豆点就是第几个字开始 那我们不是有用这个储存格 LEN 这个储存格 那可是问题 这边要怎么写才是关键 这边的话在VBA里面一样用LEN 钱瓜糊 然后问你说哪个储存格 你跟他讲说这个储存格 可是你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什么 叫Sales 如果你不会写你就先打 Sales 哪一列呢 第1列 哪一栏呢 D栏 对 D1 对 然后呢 后面呢 就怎么样 把它 再 这个后瓜糊一下 加多少呢 一样加2 对不对 那个豆点后面几个呢 99 后瓜糊 不过 这样执行的话呢 它会变成永远都是抓第二 永远都是四个字 所以如果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 它会变成怎么样 它会变成说 永远都是四个字切除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两个字变成说它多切掉两个字 那怎么办呢 其实关键的地方 就这个地方 你不能固定 这个就固定的 有点像 在那个 D的前面加钱的符号 就是类似在VBA就写这样 对 所以这边的话 我同时讲出来 这地方就加一个 加一个追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追呢 将来会变动 这个时候 有没有 D 这个 其实是就是等于D 有没有 D 1 再下一个就 变成 1 1 有没有 所以其实关键就是这个 把这个改一下 再执行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结果OK OK 就OK了 这就我们要的结果 OK 所以 其实逻辑上 跟刚刚的 函数 基本上是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说 把它改写在VBA而已 OK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吧 所以我觉得这当然有一个 互相的关联性 我觉得最好用的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K 这个K真的太好用了 有没有 所以以后 只要你那个数字会变 而且是要加1的话 你就K等于K加1 这样就可以了 像之前那个什么 排那个 前七名的那个 K等于K加1 未来还有很多地方都可以这样用 太好用了 这个K等于K加1 这太好用了 OK 这太好用了 这太好用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